这颗蝴蝶兰开了一朵花 这个颜色该怎么形容呢 算是橘红色 然后布满了斑点 有密集恐惧症的 估计看不了这个吧 这就是去年从巴尼斯买的蝴蝶兰小苗 现在开花了 花不多 全开了的话也就三朵 这颗因为是从巴尼斯买的苗 所以有名签 看了这个名签 我知道这个颜色该怎么形容了 落日的颜色 我才为它取名的 大概就是这么想的吧 很好看的一个颜色 也是我所没有的一个花色 现在看来从巴尼斯买了 花苗还挺划算的 因为这个苗买的时候才不到十块 去年买的今年就开花了 它的花上布满斑点 但它的叶子上没有 是绿色的一片 没有斑点 这颗花或者说这个视频呢 将被列在 静解蝴蝶兰的蝴蝶兰档案里面 从这颗起 今后如果我再收集到 有名字的蝴蝶兰 会发个视频 列在蝴蝶兰档案的 这个系列里面 在静解说话那个频道 有一个蝶花磁典系列 那个系列里将不再收入蝴蝶兰 之前有收的会继续保留在那 之后就不再往那边放了 只放在现在这个蝴蝶兰档案系列里面 这样避免重复吧 做蝴蝶兰档案这个系列 收集有名签的蝴蝶兰 算是积累一些资料 方便日后查找 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 谢谢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